好啦,現在回到茶道無雙,其實現在不是茶道,現在變回到歷史,戰國無雙 又走了一堆人了 多謝茶道,歷史日本很多人喜歡的 因為這套東西背景比較特殊,它是用茶道去切 所以你看到,雖然戰國很多大名,但其實這套都是幾個 即是大家打《光陽信長之夜望》,或者打《Ellasov》的戰國藍絲 最變下的人基本上是未出來的 即是戰國最強騎馬的武田,是沒有的 不知為何避山門天的巴仔都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長尾家,或者叫上岔 有馬家都不知道在哪裡 有馬家,算了 北條家都不知道在哪裡 北條家有的,被人打 毛利也是出過少許的 去到後期都只是出元輝 其實很多人都沒有出的 因為其實很主軸他已經是近本人子那段時期 即是信長最大的那段時期 發到最大的那段時期 其實前期會見到的,開頭幾集 你會見到,為何這麼多人喜歡查到 其實信長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因為當時信長是怎樣呢 他要推廣茶道文化 他說,沒有人有武力 還有一些魅力 即是文化上的魅力 還有他會當時用很高的價錢去收購一些茶具 甚至乎敵將也好 不用處死的,你拿茶具過來吧 還有一個茶具的價錢是被人命最重要的 所以當時那些人 茶具比那個城 為什麼當時你會見到 後面一集打瓶之珠 還有重永狗獸自爆 死都不加瓶之珠出來 其實他加瓶之珠出來便沒事了 因為瓶之珠的價錢比他人命更貴 但是補充一點 信長可以說是推廣人之日 但是真正這個武士和茶的起源 或者是淵源開始 或者是比較重視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是失丁時代 失丁就是應人之亂 當然大家經常看到 應人之亂之後又開始入戰國 戰國之前的一段莫苦時代 就是那個茶和武士階級的正式 開始緊密化開戰 還有你會見到 他之後就會 例如說 大兵不打仗 那就是圍城的 其實因為當時就是 逼他去加瓶之珠 那麼我們就 等一下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誰 啊 有個人 你休他之後 有個別人被人斬首過 鍾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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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整個剪掉 你重新說過這句 從永九獸被人圍 鍾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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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宋蔥 鍾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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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圍城的,不一定是一般人子 它裡面都是明治光秀的半變 只是明治光秀的半變 明治光秀的半變的原因是 瘦吉線的半變 瘦吉和明治一起線的半變 怎麼會被人起了飛 因為其實你要回歷史背景 大家可能說 很多AC作品都比極大誤導 它女體化的那些我不算 尼優女體化很棒 我知道 那個你們多怕 那隻難怕就不算 那你在信長之夜望也好 戰國無雙也好 甚至說去到 戰國巴沙華也好 甚至三國志大戰 任何的日本的AC作品裡面 明治光秀都是一個碎哥 都是一個帥哥 最多都是巴沙華的 變態佬 變態佬都是帥哥 他都算是正常人一個 就是怎麼說 青年人一個 不是青年人就是正常人 但問題來了 就是當信長打完他的初陣 或者初夜都可以 因為是夜襲 這個統合奸 打金村議員之後 就說這個真正 天時地利人 差點 那個不要理他 他好像是凌晨4點多 偶人很變態 他特地要全軍衝過去趕著 因為趕著那個地方平原才會打到 還要下雨 還要逆風 人家看不到 打完之後跟他外父 其實不是外父的 外父被他的扣子殺了 即是福蛇杜三 即是他老婆的老爸 即是他的哥 殺了他老爸 那所以呢 他就打美龍 那時候 就收了明智光秀 但問題來了 那時候信長初贈無奈 二十幾歲 明智人幾歲 脫髮 頭髮 頭髮跟蔡子強差不多數量 都差很多 四張幾五張都來了 所以兩個有個很大的年齡差別 以及那個文化背景都有 因為大家會見到裡面都好 信長是很喜歡穿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 但明智光常常看不到眼 因為他是新潮派人物 即是大家最出名的 這個三段式的火槍 是他第一個亞洲使用的 然後後來這個是反傳入中國 因為他當時的火槍超級 後來的其他大部分都跟著他 因為普遍來說 當時你說 有的沒有用 即是你說火槍 他那種是 即是火營 或是叫做 他那種發射的方法 是 導演火進去統一株 進去統一株 進去管理點火 然後砰 砰 然後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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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他想到出來的 就是 未有這個之前的話 他這樣的單法的間距太久了 即是普遍來說 你為一個新手來說 其實是搞了一分鐘 很正常的 即是當時所謂的一個熟手的火槍兵 最快都要是二十幾秒 即是時間大概是二十幾秒 其實那個效率是很低的 面對一個還是騎兵的衝鋒年代 是拿來擺 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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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他打武田 長條之戰那時候 所以就會說 這個自己的例子 就是 他是一個很愛好 外地文化 或者是很接受 應該說他是比較注重實理那邊 是啊 但是他覺得火槍這件事 對他這個政權 或者是軍事有 但是他文化角度上 他是幾崇愛 這個不能否認 但是調回著名字 其實他是一個 內斂穩重的 內斂穩重的 老爺來的 所以其實他是 即是跟劇中的一樣 他都是比較 崇愛反日本 所以他本身有一個 基本上的 什麼 Generation Gap 代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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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有一個 港英文 其實他們本身的人 應該有一個小衝突 當然啦 很多不同的史學家 或者不同的學說 都產生了出來 就是說 本能子的原因 譬如說 裏面都有的 即是他明明應該 在京城到現請 負責接待 家康的 德川家康的 但是後來被人 扔掉去幫 禦場秀吉 去打武器 或者是那些 他封的地方 因為他有一次 騰軍也說過 打死國 打完死國之後 因為以前 戰國武將擴張 就說你打到哪裏 那裏就是你的 基本上 所以為什麼 上次周圍都不打人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所以 但是他打完四角 但是四角 是被阿信長封了給他的兒子 所以 就很不強的 這個也是 史實的 人家說他 有機會叛變的原因 因為正式的記載 他們兩個之間 是爭拗的 是 這些都很多很多的 故事裏面 就是 趙虎鬼祥裏面 有多多少少 又帶出來這些 不同的事件 因為這套東西的作品 主要是說 他天下人之間 他們的信念 他們的治國 一些理念 或者理想 所以 不是理想 就是 因為文化的權力 即是說 信長要的是實力 要長遠的 就是 明治光秀要內斂 要穩重 即是他兩個不同的對比 都可以 而且殺他最重要 是剛剛好天時地利人 信長只有幾十隻兵 他本來是500 應該是 是嗎 應該是500兵 很少 其實很少 但是明治光秀是圍成的 就是圍著那個字 因為 明治本來是大兵 去幫手吉手 你說劇裡面 不是 正式也是 兩邊都是 所以 其實他是帶過萬兵走 但是過萬打了500 你猜什麼 戰堂300 你 正師裡面 職鐵信長 就真的打到最後一刻 不是 他聽到裡面的光秀 說 終於半變了 接受了之後 接受了 接受了客人拿八刀衝出去打 當然 這些 其實 本人的詳細 我們就 他裡面怎麼演繹呢 其實很多小說家都有 大家可以看 因為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疑團呢 首先 很簡單 他的茶器 都不見了 就算你說現在 人死了變燒了變骨灰 但問題 人類火化的骨灰 是在蜜蜂中間 過天 燒了幾個小時 不用幾個小時 現在不知 有些技術 總之不會這樣 補多一間廠 火災 就這樣燒 怎麽都是屍蜂 當然 你有沒有送了車火 進去玩大爆炸的 我不知道 炸了有些血肉 那條指甲 在這裡 指甲也容易燒 總之有些指甲肥肉 那些牙來的 牙真的弄不難 難燒 指甲和頭髮 很容易燒 究竟當時 還是那些人 沒料到找不到這條絲 就說沒有了這條絲 就不理會了 其實很多 多多少少 但是 劇中所用的方法 就是 壽吉 去 壽吉 暗絲虎肉計 光秀暗諾 反順掌 然後你有從中眼畫 開頭 但是 正史來說 沒有人知道實際實際是怎樣的 但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或者是他裏面的一個演繹手法 但是 當時 壽人 都算是比較意外的事件 或者是他之後的一個事件 小田園事件 小田園事件 即是 信長已經刮到老鎮 變成了 壽吉 天下人 然後就開始派兵打小田園 其實這裏你看到的 他今年的戰役比較多 22萬人號稱 真的很多人 22萬人當時 10萬 對 然後你會見到 主角 古田 他說大明 他沒有錢 然後問德川 借錢 借錢 正兵 然後中間又六顆雷子兵 然後才插手 就是 他當時 全部大軍 好像記得 上衫的軍都被幫忙 沒記錯 幫誰 不是 上衫好像想去幫北遼 但是好像後來沒有去的 總之 就是全部大軍都湧過來 包圍著他 20幾個人 當時 動畫都看到 一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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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畫就說 他們是一片板 一面就是一面 秀吉當年打美龍 一夜城 都是一個名作 因為秀吉 怎麼說呢 如果是根據正史來看 秀吉他就是擅長 不擅長平原戰 只是攻城戰 心理戰 就是用巨大力壓力 攻城戰就是圍死你 運死你 就不要理他 所以他見到 他就會一夜起了城 然後主角古田 就在那裏 鋪一些紙 紙皮 有些紙在那裏 那個小子 好像是 古田 古田打了他 是 古田打了他 那個小子要想鋪始放 對 然後古田 就是 動畫之中 就是個不調 就送給他 要投降 那個碎客就是 那個... 宗義 不是不調 不是投降 是 利幽 跟他 找宗義 因為他要找授 然後 他說 對於余你投降 你回來了 我幫你講 他叫鍾義回來,他投降不是叫北條投降 他叫鍾義回來,我沒有說北條投降,但剛才你說北條投降 北條叫鍾義過來說我投降 現在變成你好鍾義 北條沒有說我投降,但李休見到鍾義,李休要鍾義回來 然後叫秀吉赦免他,誰知被石田山亭條小白念在搞事後 終於轉外套被割鼻割耳朵死,所以會有這種事 但政司最後好像是北條開成投降 是,是投降的,但因為他們有親戚關係 有一個要徹復的,不知是他父親還是當主 是有一個要徹復的,另一個可以留下命 是這樣的,沒有記錯,不記得是北條事證還是北條事康 所以這件事都引申了後來,你一個D字,那個木屋 伊達正左翁遲到的事件 這件事真的有發生過的,因為衛城事件他遲到 所以他叫石田幫他,不就是古田左翁幫他想辦法 當大家可能玩戰鬥無雙都見過 小政太伊達進去那段片頭,大概都是類似的 究竟他有沒有穿白衣服呢? 這個我不太記得,好像真的有 好像真的有穿白衣服 但伊達的奇奇怪怪舉動,實際上是幾多 有沒有像這些大氣康那樣的舞台劇,剪剪阿發仔起身戒敗的頭 就不知了 那這件事是因為開始起到德川家康的衝突 因為這幾件事,小田前面見到德川家康的實力 所以都開始引起後製隊的戒舉 是之後的事,當然這個動畫就好像未做到 因為之後的事未做到,可能是第二季才知道 應該是沒有第二季的 這是最大的討論點,可以說是這套作品或者是史實 德川原本是積田的Fan 二時換伴,大家Fan過 後來就算打到武田,滅武田那時候 德川也是很少人的 劇中有三方圓慘敗 因為武田是用了一個超神的戰略 就是好像韓信一樣,背水一戰 他走到斜坡 德川以為他走,不如我們去追他 誰知道他走到斜坡,然後就在船道掉頭衝回來 然後德川就被人滑了 因為他沒有想過騎兵可以突然急殺情 就是好像脫尾那樣的車 什麼呢?沒有看UV86嗎? 很厲害 所以劇中有一幅畫像 就是一幅畫像 一幅畫像很大的德川家康 然後那幅畫像是真的有的 那幅畫像是實際上照片出來的 本來的動畫有很多明物,畫像都是實際上照片 但是畫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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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 都是畫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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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他打算去幫明知光秀的人復活本座跟他說 大人你不要忘記了三方元之玉 然後突然間就 是喔 然後就給他一個條件爬底了 好,那最後一件事和事實比較大出呢 就是最後當然是 徹復人 徹復人 當然是普遍佳霸 當然啦,佳不佳霸這個我們不知道 不是,當年正史就是這樣的 上參軍真是圍著這間屋 上參景城 對,圍著這間屋 可以說是做監斬 佳創哥就不是古田的 是他的弟子時田探陸手 即是原本一開始說想叫他做佳創哥 你爬底嘛 哎呀,人你呀,什麼時候你呀 但正史應該都是沒有改人的 是原本那個人切劈頭的 是,就不是古田的 就不是古田的 那動畫那個古田當然是有 少少叫做神絡之筆 但是他可能有些位置 例如說西村中興走去 啊,兩個宋恆 真的有的 而且真的在河邊 是真的在河邊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真的 不要緊 因為他最初都說 古田的故事是純熟虛構的 是呀 你出個人像的 當然啦,古田有沒有這麼有型 抱著頭到處走 那些人都跪在那裡 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 你不如說現在信長這麼有型 可以抱著腰的針腸 那些太實在了 嘩,真的很恐怖 那我們就說了很多歷史 或者是茶道方面的原因 那我們就下個星期就說回 這套東西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 穩美表面 究竟這套動畫 表現了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我們今天說背後 讓你明白什麼 我們說女界 然後說表界 對啦 好,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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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